HELLO YouTube 大家好 最近通証那麼厲害 物價又那麼貴 大家都在首討好 包括我們也是 其實每天最大的煩惱就是煮飯 那怎樣可以在煮飯省到錢呢?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到Costco 我們就帶大家看看物價究竟是怎樣 嘗試每一餐的成本控制在10元之內 看看能不能這樣省少少錢 那來到Costco 第一件事要做什麼呢? 當然是吃它們一個半的火鍋 因為這個火鍋是由1985年開始的價格 都是維持著一個半 如果你住在下廳的話就更加划算 它還會包你的Cup fee 所以一定吃一吃 現在就搞定了這個午餐了 我們今天的午餐就是四個多 即是花10元之外我們就可以吃了午餐了 最終可以任意浸 Costco肯定有很多食食 吃都吃飽 那這個轉轉雞我就覺得真的非常值得買 因為只是7.99元 它就可以有1.2K整隻雞給你 嘩這個牛肉很值得買 是一個short rib來的 那我們也可以買回去做這個牛扒飯 雞胸減價 我們也可以買一盒 這個超多肉 這個剩2KG 30元2KG 那Costco買的蔬菜啊 水果啊 就是這個凍櫃裡面 這個一個超級冷的雪櫃 入到去真的會很冷 嘩好冷啊 我突然就要買合菇 那我們就買這個pasta了 有6包 然後每包450g 話這麼快回到家 我們今晚就挑戰這個10元飯了 看看可不可以用10元煮到一頓晚餐 而我們今晚吃的就是 登登 牛扒飯 那我們現在1 2 3 馬上開始煮飯 好 那現在就差不多煮了 我們剛才煮了 那剛剛呢 我們都安排過那些菜菜 那我們今天的挑戰是成功的 我們可以brick down一下 剛剛我們煮的食物的價錢 那麽牛肉呢 我們就買過那些菜 28元,我們分了四份,即是可以煮四餐 每一塊大約是7元左右,所以都是相當便宜的 其實都夠了兩個人吃的份量 你看我們整份,一個人是一塊的一半都很足夠有餘 剛才大家都看到牛油的質感,顏色水都很漂亮 絕對對得起7元這個價錢 其他軟軟滲滲滲的東西,好像蛋,或者是一些醬料的東西 其實都很便宜,兩隻蛋,不用一元 馬上嘗嘗味好不好吃 除非是便宜,但也要好吃 你煮得很好 我煮得很好 我覺得牛肉真的很漂亮 其實牛肉很漂亮的話,除了需要加黑椒和鹽 其他也不需要加 剛才也加了一些香料和蒜頭去調味 但其實那些都是輔助性的 如果這塊牛肉不漂亮,怎麼煮都不漂亮 煮得好像港式的碟頭飯 那好吧,我們現在就吃飯了 今天去第二天再看看我們的挑戰 可不可以再成功挑戰10元雞 1 Eternity Later 這麼快就來到第二晚了 今晚我們就煮這個Butter Chicken 這個印度風的晚餐 我們馬上就開始煮食了 現在就 今天這個咖喱飯是很有重慶風味的 我覺得 今天這個咖喱飯是很有重慶風味的 當我鑊第一個香料的時候 我應該都覺得 嘩! 整間屋已經充滿了這個印度風味 對,我覺得其實印度菜最重要是香料 那個香料不夠的話 肯定吃出來就沒有這麼正宗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都是買那個預先package好的 那個kit去做 其實很方便 很適合要上班或者要求小朋友 剛才我們由Prep Chicken 去到洗菜 加上做出來已經完成了 但是大約約半小時時間 已經可以多一餐蠻蠻蠻 真是一個很方便的味道 那又說回那個cost breakdown 又是怎樣 那首先包裝的醬料 就是兩個多元 接近三元 那broccoli呢 我想都是過了兩元 兩元左右 然後雞呢 反而就是我們最貴的一個材料 所以這裡我想是大概 因為那時候有減價的 好像是六元左右 對嗎? 對,沒錯 那這個可能是剛剛好一個十元的餐 適合兩個人吃 所以我們馬上又試一下 味道是怎樣 好 我覺得我很怕吃雞胸是很粗 還有很乾 因為在香港我有時候買雞胸的時候 好像為什麼買都買不到一些很滑的雞胸 這個我真的有驚喜 對,煮完之後 我還覺得是很嫩之餘 它是吸收了那些印度的醬料味 那些咖哩汁都吸收了 對,很香滑 其實我覺得在加拿大買到的雞胸 跟香港很不同 這裡的雞胸真的很大塊 那這次我們都算是 成功 好啦,那我們就繼續吃飯了 那明天呢,我們又要想一想 煮些什麼了 又要十元之內 今天第三天的十元餐挑戰 我們就會煮這個雞肉白汁意粉 那我們立即去煮飯先啦 今天我們的晚餐都剛剛煮完了 那不如我們現在就說一下我們今晚的晚餐 用了多少錢去煮吧 今天我們又用了雞肉 所以都是六元左右 然後菇呢,我們就是試過九個九個 用了一半 那就是兩個半 差不多 然後再加上洋蔥啊 芝士啊 蒜啊 這些類型的調味料 那加加上洋蔥啊 可能是十一至十二元左右 那這次呢 雖然是失敗啦 那但是呢 你計算港幣來講 你外面吃過Cavonara 都要百多港幣 自己煮還要當七十多元 兩個人的份量 我們還有是應該會有些 剩下可以明天都適合吃的 所以其實都應該是 挺不錯的 那份量來講 或者Cost來講 都是OK的 我覺得是 是啊 還有我們那個 因為我們煮這個通粉 就要用一個Cream 那我們剛好那天 看到Cream是減價 那我們是有些Cream 只買了一個半 好像是 那是非常之划的 我覺得是 是啊 就算計算了 那些通粉加加上 都真的應該是十一至二元左右 就不會說 over budget 也很厲害 但是我覺得 都是有挑戰性的十元一餐 其實是 都要精打細算之下 才可以煮到 但是應該是不可能的 對 而且我覺得 真的份量是很多 如果你有看到我們的鑊 的話 我們不如這兩碗 其實是 應該可以吃完明天 當下午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 是OK的 那我立即試一下 味道是如何 這空盆真的剛剛好軟 在顏色中 然後這個菇 是很濃郁的香味 你把材料炒完之後 就加些Cream 讓它慢慢滲滲 之後就倒些通粉 就可以了 所以很簡單 不用用腦去煮 這個通粉 完全是 所以我覺得 做肉醬意粉 是比較高挑戰 白汁其實真的很簡單 是啊 我們這三天都嘗試 去把食物的價錢 盡量降低 我發覺 其實最重要是 你有恆心去做 因為如果像我們之前那樣 不斷覺得 很懶 不想煮飯 那你不斷出去吃的話 那你吃的海子 肯定很大 但是如果你有恆心 還有去煮飯的話 其實就算你 超過一兩元 都不是說差很遠 這個課程 其實是 那好啦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給個like 還有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那下次有什麼好東西吃 有什麼好地方玩 我們都和大家一起去介紹一下 下次見 拜拜